嘿 大家好 我是与世那么贤 感觉已经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其实我在刚到研局的当天 就已经在微博上发了一张照片 告诉大家我到了研局室 但是呢 因为没有人关注我的微博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我在哪儿 有的人甚至以为我已经回到韩国了 没有 我现在还在研局室 没有关注微博的可以关注一下 非常的感谢 那我这几天是什么情况呢 一个是到了微海 到了大连 又到了研局室 比较的累 再一个就是温差比较大 感冒非常的严重 所以这两天真的一个是又忙 一个是事情多 网络也并不是特别的好 加上我这个感冒实在是太难受了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做直播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点什么呢 一个是恭喜拜登获得美国总统大选的胜利 之前还有人在讨论特朗普会不会翻盘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情怎么说呢 就没有什么可考虑的必要 所以就不考虑这件事情 当然外交部也恭喜了拜登 一直在关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 对这次美国总统选举的反应 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 我们向拜登先生和哈里斯女士表示祝贺 同时我们理解 美国大选的结果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做出确定 再一个呢 就是这几天有很多人啊 就是自从有一位朋友在我直播连线的时候 讨论过关于中国大龄盛年 或者单身男性比较多的这个问题 然后涉及到联系到台湾的这个事情啊 说把台湾变成以前像香港或者像澳门一样 尤其是澳门开放赌博业 那台湾也可以开放一些其他的行业 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简单说一下 首先就是有很多公知 在国内的平台上洗脑 不停的洗脑 不停的洗脑 所以说很多人受到这些公知的观念的影响 才会由此产生这样的联想 那中国为什么要把台湾变成那样的地方 其实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 主要的目的最后还是为了攻击中国 最终攻击中国共产党 最终伤害的还是咱们自己 为啥呢 他主要是想说中国共产党做的不好 包括计划生育也好 还是怎样也好 所以导致了男女比例失衡 那这个由头是从什么事情开始的呢 就是在前一段时间 微博上也好 抖音上也好 你会发现各种媒体上 各种平台上 不停的爆出男女之间 男朋友女朋友 或者是男老公老婆 发生故乡谋害的这样的事件 所以包括一些妙龄少女 或者读徒步旅行 那些旅友 女性 尤其是女性 借由这样的事情 大力的推广 让很多人说 为什么最近发生这么多这样的事情 其实并不然 其实从中国的 现在网络的覆盖面越来越好 监控的覆盖面越来越多的时候 中国的安全情况已经较之前相比好的不能再好 但是这一段时间连续的操作 就给了这些人可乘之机 为什么这种事情频繁的发生 就是因为共产党 计划生育也好 后续的政策也好 导致了单身的男性比较多 像我这样 单身的男性比较多 以至于这些人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生理的问题 才会产生这种犯罪的行为 所以呢 需要把这个东西合法化 去解决这些单身男性的生理问题 这个东西不他就很扯淡吗 就是解不解决男性生理问题 并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他们关注的重点 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要攻击中国共产党 攻击中国 就这么一点 没有别的事情 所以呢 在上次直播以后 有好多朋友给我留言 发了各种各样的信息 说了一下大家的观点 是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 我有做回复 在今天把另外 这个微信上面收到的信息 都做以回复 这件事情真的没有讨论的必要 只是他们的一个运作手段而已 就像当初对新疆 对西藏 对内蒙古 对宁夏 对这些事情做的方法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区别 好了 就这样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